80后投机者他说 建不建议每个月存TQQQ TQQQ 是的 那其实存的话 我想你现在存不存这个 我自己因为现在我只看图 就是向下插得很快 如果你说TQQQ 那就算有升也好 其实上面那个 我给你一个reference point 34.9都已经有阻力了 那你就想了 如果我现在25元买 但也好 那其实去到 都不要说看得太高 那再加上其实 现在去有机会未跌完 就是你预计第三季 都会是有机会去潜下去 那现在电脑量 其实可以去到 就是建一些比较再深 就是穿20元的位置 所以中线位置 也都呼应回我今集一开始所说 就是我觉得美股那边 未跌完的 就是有机会可能穿一穿三万点 再建一些深跌的位置 那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可以看回那个 美股有些市场调查报告 可以看回 那就是一间大学做的 美国那边 那就是说访问那些CFO 觉得未来12个月 就是觉得美国的经济会是怎样的 那其实本身有12%的人 认为觉得是负增长的 就是未来12个月 那现在这个季度的访问 就说现在已经去到 差不多两成的人 两成的CFO 都觉得未来12个月 美国的GDP都见负数 那就是说其实它们比较悲观 那还有现在那个叫做悲观指数 就是或者叫做那个乐观指数 对不起 乐观指数 那现在是去到50点多的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去到就是近这10年的低位 就是大家都很灰很悲 那个感觉很差 那大家都很保守 不是很想买东西 那其实有点叫做self-fulfillment 就是自我完成 就是说当大家都很灰的时候 就觉得我不想买东西 然后跌到那些位置 我才再想 那于是永远弹出来 大家都不追 那形成一个叫做我们的 惡性循环 那你当的 unless 就是除非你说八卫议 突然间有一些很特别的言论 那但是现在你都见不到 就是还是觉得0.75加息 那所以暂时未走出这个船窝 就是看不到有什么因素 会走出这个船窝 那就算弹也好 可能都是一下半下 给你叫做 撿到可能一两个星期的上升 那之后可能又回回来 好像画面中一级一级那么下跌 那就是现在暂时都未看到 有什么因素可以扭转这个 那你会问就是说 我收不收集 那就是其实你博一样东西 现在是最后一级 就是跌完这级之后就上回来的了 那但是暂时看不到这一级 可能是最后一级 可能会不会有两三级再跌下去呢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就 现在好像收集都好像快了 就是更早了 我自己觉得可能你加多一次食 再看一看先 那反而如果你真的很想买东西 反而我自己觉得 你不如试一下中概股 或者港股可能会好一点 是 但是SQQQ呢 这样就会反过来的 就是你买跌 要么你就买跌 问得很好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反而你反过来买跌 那可以参考给你一个 reference point 那如果你说SQQQ呢 就是50.7 50.7是个什么位呢 是一个支持位 就是说呢 换个角度想 就是当美国的指数 那弹到某些位 当SQQQ到50元的时候 那其实就会见顶 短顶 那好像现在这样 你突然间看到一支羊组出来 就是说突然间下跌 那其实现在一级一级 这样向上升 那所以其实反而 现在我觉得可以是试试买入的 就是如果你做短线 有机会会去回大概上面的顶 就是试试之前67元那些位的 是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想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或者都没那么快 看到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扭转这个形势的话 那我自己觉得买SQQQ会好一点 刚才我问TQQQ的 有follow up的 八十核投机者 他就说 想问一下长线草TQQQ 和SQQQ磨损值影响大不大呢 但是刚才SQQQ 其实你是说短线的操作 是 都大的一定大的 两倍三倍那些肯定大的 就是你隔一天 就中间那个位 就是每过一天就吃一点吃一点 那所以是做短线的 通常你做Hedging就最好的 是 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首先你都看不到那么远 你讲讲加息个周期 你每次有人一个月加息一次 都已经很密 然后跟着 你可能两三个月才看到 那个大trend出现 因为其实你买美股 现在你买大trend多个买个股 就是为什么我今集讲这么久 为什么都是好像在宏观经济上 因为其实现在 大家都变了宏观经济师 多个是选择股的股市 因为那个beta太重了 就是你 你讲真拜威意 好像昨晚那样讲一讲 其实大家都立刻有反应 所以你是担心息口 那个暂时会是主要的focus 那如果你说磨损那里是 那所以不可以持续太久 那纯粹是一个短线的一个部署 是